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刚知道你老婆的病因为埃及兵的时候 你的心情怎么样 你家里有人是埃及兵的吗 可以告诉我吗 我哥哥就是 这里的人都有一个跟埃及病有关的故事 死神不停到访河南省的农村 一切都是由一个错误的决定而起 大约十年前河南省的穷乡辟阳 大批农民卖血去帮补加计 最后赔上了宝贵的生命 外资病在卖血的过程中蔓延 地方政府隐瞒疫情 结果外资病不断扩散 到现在有数以万计的人 在生死边缘挣扎 非典型肺炎在香港社区蔓延的消息 今天就发展到淘大花园要局部隔离 近日不少舆论都质疑 广东省当局两个月来 低调处理广州的疫情 令各方调以轻心 今天我们暂且不讲肺炎 看看河南省外资病蔓延的教训 在北京的街头巨型宣传板呼吁市民捐血 宣传巨语叫人伸一伸伯头 可以为生命带来希望 但是对于河南的农民 就是一场恶梦的开始 我们的采访由北京起步 搭着一晚火车 穿过河南省的省区郑州 来到驻马店 这里是全省外资病疫情 最严重的城市 距离驻马店半个小时车程的上菜园 更加是外资病疫情的重灾区 我们在村民的掩护之下搭三轮车 向其中一条农村后阳村出发 一路上村民都很小心 怕遇到公安 而一些有外出打工的村民 也都不欢迎记者 怕报道会影响他们在外面找工 现在也没有 快到一个石坤屋 上菜园是国家级贫穷园 其中在后阳村近4000人当中 五年来已经有大约200个 曾经卖血的人死于外资病 鬼玩了 向下的路很颠簸 车一推都推不动 走 走 走 和我们入村的村民叫程东阳 母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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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母母 母母 程东阳和太太在两个儿子未出生之前 已经去过卖血 都卖过一百次 没有想过会有什么后果 三年前的这张照片 就记得了他太太还是健康时候的样子 拍完这张照片没多久 他太太就爱之病病化了 这张照片是他太太去年病重的时候 最后送去医院急救的情形 一提起失去自亲他就很伤心 一会一会就疲惫 我都疲惫 你一直都疲惫 我疲惫 我疲惫 我疲惫不疲惫 我疲惫不疲惫 我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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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全人 得到这头命中我们怎么办 太太离开人世留下两个儿子 程东阳说三父子都做过测试 证实没有感染爱滋病 上菜院在河南省内 因为卖血而染上爱滋病疫情最严重的院 这几年来不时都有爱滋病人出殡 官方估计上菜院大约有一万人 因为卖血而感染爱滋病 但是内地资源组织经过调查 估计真实数字高达三万五千人 死者多数都是藏年 留下年幼的子女 日月月小圈 程东阳在自己家开办si 爱滋孤孟仪学前班 最初都要收学费 现在又要靠外界捐助 程东阳说 要教识下一代 嫁里不要再愿归 因为他们就陷学 也不知道陷学'的危害嘛 现出在爱滋病 现有学的一个一个olla fällt死去 我們不能再讓孩子和他們父母親的長輩一樣 沒有知識沒有學問 做老師的周金勇只得十四歲 一個月賺一百元 周金勇讀完中一之後就沒有讀書 幫忙賺錢養家 他的哥哥姐姐這兩年來 都一直跟愛知病搏鬥 那天也沒有想到去大王 那天我們在這裡開這個學戰 就是想到去賣血 來女士這個家庭的經濟 他的三個周全生 在九十年代靠賣血賺錢 賣過二百多次 所謂賣血 其實就是賣血張制藥 把枕頭 把枕頭插到你這個血管裏面 你自己使勁往外壓 就這樣 這樣使勁使這個壓力 把血流到血裡 在地形裡面分裏出來 它是要白的 血癢 血癢 它是國家去除一半 這一半又輸回來了 這部就是血漿分離機 當年血站抽農民八百毫升的血 只是四百毫升的血漿有用 其他紅血球 血小板等等 就輸回給捐血者 即是所謂單彩 當時說這樣做 捐血者可以快點再來捐 為什麼會無緣 它就是 你想這個血 它這個 其他的血 血液 上面 它弄不乾淨 有時間都能拿了 有時間 高了高 高了高到在裡面 這個血帶就高破了 這些採漿站 都是屬於一些非法的採漿站 它呢 為了經濟效益 就把幾個人的血液混在一起 然後把這些血漿分離出來 把這些血液分別給每個人輸一部分 假如其中有一個人是感染來自病 那可能接受回輸的那些人都可能受到感染 賣一次血賺45元 一個個賣血症成為生財工具 現在換回來的就是一張一張感染 愛滋病的化驗報告 這是 也是初中一年級全能競賽中 成績優秀獎 周金勇是家裡的小女 讀書品學兼優 獎狀也有一大疊 他爸爸十幾年前因為癌病而過身 哥哥發病之後 他就要擔起成頭家 家裡還欠人一身債 一些熱心人士就資助他復學 他說自己的志願是做醫生 因為我們這裡的人 他們都太無辜了 有些大部分都是年輕的人 一個個都離開了人世間 剩下的就是有老有小 他們都已經無法生存了 我想我以後應該做一名醫生 就用我的能力為他們服務 周金勇對愛滋病的危害感受很深 哥哥和三個姐姐都有賣血 姨姐姐就在去年過身 當時王二姐想要一個小女孩 她和她的小女孩 最後她和她的小女孩就感染了 孩子病 每天就是每天就吃藥打症 到最後她知道她和她的小女孩 都是這種病的時候 她為了讓她的小女孩能夠生存下來 最令她難過的是姐姐當年為了她而賣血 當時我得了一種很奇怪的病 本來是不打算救我的 而且她不願意 她心裡很難過 她說一定要把我救活 每天就是去賣血 用賣血的錢給我看病 哥哥已經發病 還有多少日子都沒有人知道 唯有每個月用百多元去買這些藥 來舒緩病情 但是她媽媽說 政府一個月就只是發五十元的代用券 來買藥 五十元 五十塊足夠嗎 不夠 怎麼會夠了 你覺得政府照顧你們嗎 那走著 周全生的太太在生女之前都有賣過血 不過兩母女都沒有做過愛知病毒測試 她這個自己死相受壓力 死相受壓力 對吧 但是也不想知道孩子也沒有病 對 真的不想知道 不想知道 你怕死掉了 對 你淘汰了 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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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不肯面對現實 政府也都多年來沒有正視到問題 蔓延海是北京一個志願組織的負責人 曾經因為發佈一些有關賣血染外資的官方資料 而被國安局扣查 她認為政府有責任提供農民對愛滋病的認識 不過現實就是地方官員擔心影響經濟影響聲譽 到現在仍然試圖封鎖消息 結果無知的農民疏於防範 很容易繼續將愛滋病傳染給配偶和下一代 下一節再看 台北現在是晚上11時22分 世界報仕訊號是由DHR準時送上 華陽夫人之所以留下雅若公主 就是想她可以接近到皇上 繼左右皇上 你有親骨 為什麼怪人見不到你 不知道公主願不願意和寡人公道兩宵 配戴這把劍的人 將來一定是 秦始皇 明晚10點1 DHR Start Day Express速遞文件 保證第二招九點前到 原來亞爾大氣候 好意令臉色風黃 FANCO 3C淨白系列 三種維他命C 專為亞爾大肌膚去黃淨白 三重美白效能 敢接白得夠徹底 FANCO 3C淨白系列 調查結果顯示 匯豐信用卡的獎賞計劃 是全城最受歡迎的 Milky Pantene 新的體驗 頭髮就像做了Milce Spa 你看 連裡面也很吸收 很吸收 頭髮強了 內外也這麼健康 有Milky Pantene 就有外有內光頭髮 就是這麼容易 第一次旅遊 Adam King 頂住 你做得到嗎 你是不是傻了 你做得到的 不用一分鐘 你就變肉餅了 你做得到的 Extleven Guinness 你相信 你做得到 留兩多個幾晚 第二招驚流驚成這樣 有很多比較像 你這麼有感覺 沒有在說 你做得到的 你不相信 你做得到 你做得到 你覺得還好 你有感覺 這裏 做得到 你自己開的 做得到 你遇到 和你每個人都去買 竹目全城的新形象終於出現 黑人牙膏結白清亮新裝登場 現在只要找出三個新舊裝的分別 值有機會贏取十萬元給你換個 新形象 我會禁止你 生活路上,風雨總會遇上 真正幫助你和家人的 當然是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案 UA債務一不清 全面在你解決債務困難 無懼風雨,如你同路 UA財務 很美味 很完美 煮到完美 充滿了鍋氣 TGC創新推出的 內艷火陷入式平面爐 獨有日本內艷火爐頭 和一級德國徒持玻璃 家裡完美烹調的選擇 TGC,加多點生意 TGC,加多點生意 聽聞你說的 群星高度戒嚴 人人罩不離口 一於愛命不愛靚 温兆倫只用情緒低落 反駁和國善尼情未變 第女花長平入宮 沒有好日子過 還要去預線房工作 TVB周刊明天出版 還收肺炎保健手冊 這一個人 這一個人 有一個人 那個小子無辜的 當殺手不想殺人 我知道他一定會放 就是被殺的時候 明珠手影四月巨片 血型未冷 四月十三號 星期日晚九點半 河南省農民賣血集體感染 外肢病的事件被揭發之後 中央政府近年已經嚴格取締非法血站 不過時隔多年 染病的河南農民仍然是孤立無緩 有幸去北京醫病的人都要透透望望 農曆年前的一個夜晚 北京落了一場大雪 北京人說是象徵好意頭 預紹接下來的一年農民會豐收 但在北京一個不為人知的角落 就住了一班不敢見光的農民 他們都不清楚 自己在新的一年命運會是怎樣 他們來自河南 都是因為賣血而染上愛滋病 來到北京從早到晚 都只能夠留在市郊的一間屋裡 他們正在試一隻新藥 定期要到醫院檢查 醫生說 他說吃了他的藥 他說維持住生命 他們的食宿和醫藥費 都是由研製新藥的老闆負責 他們說在鄉下瘦盡白眼 我們做的蔬菜 上街上賣 他們有疑問 都說你們那是哪裡 我們說是東湖村的 他們都踢得亂跑 他都不願意賣我們做的菜 來到北京情況都不好得去哪 他們都不敢告訴房東 自己有愛滋病 他為我們幹什麼 我們說打工 在這裡搞裝修 他說為什麼到現在還沒回家過年 我們說老闆還沒付帳 錢還沒拿到手 我們不能走 他們說搞成今天這樣 都是因為信錯政府 他說賣血 給我一塵五十塊錢 就是我那些賣一次血 抽兩袋就給五十塊錢 就是我們都去賣 我們村子的人都去賣 反正都是小孩不去賣 老人就要五十歲的孩子去賣 我們政府腐敗 他都是鼓勵我們去天上賣血 所以這個國家需要這個血血 都讓我們去賣血 長期調查事件的資源組織就說 政府難辭其咎 賣血是衛生部門 政府的衛生部門 就是發動的 參與的 很多衛生官員 甚至在政府取締賣血之後 他還在私下裡面去推動 這樣的一些事情 賣血的後遺症和言下一代 這個小朋友已經是抹其愛之病 全身軟弱無力 他已經五歲 但是只有二十五磅 在河南省上菜園醫院的這間病房 有三張病床 但是只住了他一個 其他人知道他有愛之病 都不肯跟他同房 他喝再一次都不喝了 喝再一次喝了都不喝了 喝再一次喝了都不喝了 什麼都聽到 要說再難吃也要難吃 他也吃 他知道因為我哭 當時不吃沒法 所以他又哭也就吃 你怎麼哭他了 他沒進步 沒吃的哭 那就說吃了再一次就喝了不吃了 做媽媽的九五年去過賣血 兩母子都感染了愛滋病 讓這麼多老百姓受罪 請你自己身體 假如能有一點讓我洗澡 讓小孩好好的 我都會沒有一點分苦的意思 我們也沒有一點辦法 只有靠自己的力量 為了醫病他們借了人很多錢 他們最後的寄望 就是這些用人血漿製成的藥物 父母費盡心力 不過在訪問之後不到一個月 他們的兒子結果離開了這個世界 用人血漿製成的生物製品 適用於很多疾病 在九十年代初的賣血高峰期 農民增傷賣血就是為了製造這些藥物 曾經在中國衛生部工作十五年的孫愛明說 九十年代經政府批准的血漿採集站 並不能夠滿足對血漿的需求 他不利工具這麼多採漿 所以加上一些非法成立的生物製品廠 他高價受過血漿 這樣就刺激了一些人 非法做的地下採漿站去採取血液 造成了中國的這樣一個亂採漿 九五年 河南省政府知道賣血會傳播外資病 頒寧關閉單採血漿站 在2001年的五月 一批病人和家屬第一次突破官方的監視 去到北京召開記者招待會 向外界公開講述他們的遭遇 幾個月之後 衛生部官員終於到河南實地了解疫情 之後還承認 事件主要是由於非法採集血漿活動所引致 據河南省政府的調查所得 全省九千多萬人 在九五年之前有賣血的人 大約是十八萬三千人 當中感染愛滋病的人數 就介乎在二萬多到三萬多人 去年衛生部的刊物就承認 的確是有隱瞞疫情的情況 因為一些地方領導 擔心愛滋病會影響他們的地區形象 和經濟的發展 中國的捐血事宜 是由衛生部規管 紅十字會就主要是負責教育 和宣傳的工作 中國紅十字會說 其實在九八年 有關規管捐血的新法例生效之前 政府就已經知道賣血染愛滋這個問題 但是當時因為大陸 老百姓對愛滋病的認知程度很低 很恐慌 所以當時就沒有在媒體上 大規模的宣傳這個 因為一宣傳以後 整個就會引起社會廣大民眾的一些恐慌 所以當時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包括媒體的報導 當時的政府也是採取這樣的一個辦法 現在中央政府比較積極去面對 但是地方政府仍然很敏感 不歡迎傳媒入村採訪 記者有時都要在晚上入村 我們在後陽村訪問這家人 就簡直入夜之後出發 患有愛滋病的趙勸繩家圖四壁 家裡最值錢的就只有這隻豬 一家人就和那隻豬住在同一間屋裡 等於後悔也就暈了 後悔也就暈了 亡陽保勞 現在政府對於採集血章製藥的商業活動 已經有嚴格的安全標準 而在98年生效的獻血法 就鼓勵捐血 並且將賣血列為非法行為 不過有些問題事後很難補救 因為賣血感染愛滋病而過世的父母 留下無依無靠的子女 一個協助愛滋孤兒的香港團體 將他們的心願展現給大家看 憑病交逼之下 他們的教育和撫養問題都有待援手 許小芬事件揭發了兩三年 到現在看來都沒有什麼人幫到 那些愛滋病人和愛滋孤兒 其實現在入島村幫他們的資源團體 就的確不是那麼多 我們就和一些團體談過 他們說其實當初要拿到地方政府的信任 都用了很長的時間 到現在為止他們都要低調地去處理這件事 譬如河南這兩個字就盡量最好沒有體 就說不想外人知道 那內地的人想幫他們又行不行 內地都有一些熱心的醫生 就進去村裡幫他們 我們就去探過其中一個醫生 但去到的時候才發現原來他是被監視的 最後醫生就很擔心我們會被公安抓 所以就叫我們走了 訪問都不要做 整件事隱瞞疫情最終具體造成什麼問題 其實坦率面對才可以解決問題 就好像我們剛才提過 在河南因為賣血而染上愛滋病的數字 官方估計就是超過3萬人 但是這個數字就和外界一些志願團體 他們估計在河南已經有超過100萬人 就數字差很遠 所以他們就要求政府應該要重新去認真調查 到底真實的數字是多少 否則的話數字低估了的話 就可能連帶他們發放下去的資源都會不足夠 中國官方就統計全國有100萬人感染愛滋病 數字每年升三成 衛生部說會嚴肅面對愛滋病的問題 因為蔓延的趨勢已經成為國家邁向小康的人憂 稍後請收看晚間新聞和今天財經 皇上, 昨晚是否去了昆寧 因為是那個長平 是要父皇來, 上非有勞病的